在汪洋上平稳航行 大角度右转后的水面航机 也干净利落 中共海军东东三行航舰福建号 在5月初按进度完成海上测试 官方也使出了最大力道 反复宣扬成果 事实上头一回出海 能验证有限 山东舰在做的时候 他第一次海事 大概就三到四天而已 那这次他搞到九天 但是他八天他就结束就回来了 但这次可能队位稍微大一点 一个是要找出问题来修改 另外一个就是要 未来可以写出 他相关的操作手册既定之类的 所以他会经过很多次的一个海事 但是这次我们看到 纯粹就是船出去跑一下 因为他的舰载机等等都还没有上去 中午大陆官媒事后也指出 这一趟只测试的航速操作等基本性能 以及动力运作跟电力系统 但从外观来看 除了空荡荡的飞行甲板 更显得福建舰顿位庞大 其余的设备细节仍在深水区 他的四面的这个相位阵列的天线 其实他的角度也已经跟山东间不太一样 他的更偏向就是船旋两侧 这个也就是因应未来 可能所遭受到饱和攻击的时候 因为无论是攻船飞弹 或者是现在可能面对的无人机 都是从左右旋攻击的可能性 那他在船手的前方 那个两侧 我们可以看到 他是有光电的征收系统 实际的目的 可能是因应跨界直无人机的攻击 设计上 看似对未来的战争景况 有着更多考量 使得国际之间格外细旧 福建舰的能耐 像是8万公吨排水量 世界上只逊于美军的核动力航舰 也远超过解放军既有的山东舰 6.6万吨和辽宁舰的6万吨 美国智库CSIS更预估 福建舰舰载机的数量将达到60架 加上电磁弹射如果到位 兵力投送能力将跳跃性突破 就像是055的万吨驱逐舰 它在2017年下水 2020年成军 可是它的实际吨位 13000吨 我们是到今年2024年的时候 它的央视才实际宣布这个数字 那对于福建舰也同样是如此 人事莫测高深 那如果顺利的话 就是2025或是2026会纳入到海军的系列 那我纳到海军以后 我开始要去发展训练我的人 然后再来跟其他舰队做编队再训练 可能还要两到三年 所以这样加起来 就像2026成立 那能够变成是真正有战力的 像是山东舰这样子 可以到处带着编队跑 可能就是要到2028左右 开工没有回头舰 福建舰入列服役 到形成全战力只是时间问题 也将让解放军成为亚洲 率先拥有三艘航舰的优势武力 现在也在大连海市的辽宁舰的话 它其实已经改得更像山东舰 那我们可预知的未来 也就是大概今年下半年到明年上半年 山东舰也要进行入屋级的 那个厂级维修的话 它会改得更像福建舰 因为解放军它实际上 它对于第一岛链 甚至第二岛链的掌握 甚至还有印度洋的掌握 它需要两艘以上的航空母舰 为了国家拓展海圈 而打造的庞然大物 主要用途是为了远洋部署 或是阻止美国和盟邦 大兵力介入区域争端 中国的利益到哪里 它的航母就要到哪里 那当然这个部分也可能会引起 所谓中美在印太地区的 一个安全困境的产生 因为产生军备竞赛 特别是福建舰 一大目标是搭载逆宗舰载机 也让今年4月 日本把佳赫号护卫舰航舰化改装 看似更像中共军力扩张的 外移效应 我想这个佳赫号 它原来是出云级直升机驱逐舰 如果改放这个F-35B的 这个战斗机的话 那显得意见 它共有攻击力量 日本它为了要 攻击最佳防御的一个 所谓的它安全保障的一个 一个转型的一个最佳写照 形势持续紧绷 大国强军洞见观瞻 两区域内的每一份子 不得不了底从欢 TVBS新闻 许昆山岳府 看不到